那接下來帶大家持續關心的是南投縣埔里鎮 在6日凌晨發生的一起斷掌案 有一名40多歲的柯姓男子 他的雙手手掌是遭人砍掉之後呢 被丟包在急診室外面 那麼根據警方調查 這一名從事酒類生意的柯男呢 他疑似是在幫外面就是有欠債上千萬元的親友 做保 那後來因為他的親友躲債生意 他才會遭到再煮給丁少 南投埔里6日凌晨發生一起驚悚斷掌案 一名40多歲的柯姓男子被不明人士丟包在急診室外 而他的雙手手掌都慘遭砍斷 手上還綁著外套止血 經搶救後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獲報後立刻組成專案小組展開調查 初不了解柯男從事酒類生意 疑似替欠債上千萬的親友做保 才被債主盯上 不過現在傳出柯男其實是個角頭 而他的親弟弟在中部某重量級海鮮大哥 誠信角頭底下做事 卻和這名大哥爆發感情及千萬債務糾紛 柯男出面替弟弟還錢談判 結果被誠信角頭抓到偷戴槍狙 才會慘遭斷掌報復 警方重回案發現場 在附近草叢內發現了飯鞋使用的兇器 不過並非一般的家用菜刀 而是肉飯拿來剁豬腳的剁刀 至於斷掌 由於近日大雨不斷 可能已經被大水沖走 無法及時接回斷掌的柯男恐怕將終身殘疾 而警方也尋現逮捕涉案八人 犯嫌公稱是因為金錢糾紛 才會下重手教訓柯男 至於為何使用剁刀 犯嫌則冷漠回應 用這種刀下手比較快 也把斷掌丟下橋了 警方訊號認為八人最嫌重大 有逃亡滅陣之餘 目前法院已裁定涉案八人 羈押禁件 專案小組兵分多路 代訪八名涉案犯嫌到案說明後 扣得犯案工具八日一刑法 強制罪重傷害等遺請 南投地檢署偵辦 並經法院裁定 犯嫌羈押禁件 本分局並積極擴大查契 背後不法的意圖 法醫高大臣就透露了 這個江湖規矩舵 但是又把他丟在醫院 很明顯其實不是想要他的命 其實是想要他還錢 所以這個警告的意味是相當的濃厚的 沒錯 那假如說呢 這也代表是說 如果這個男生他下次再不還錢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跺腳的可能性了 是這個手環這裡 可能有一條火箱 讓我們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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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 一個人可能噴槽幾十十十五 二十十五 你如果不把止血一定死啦 真的倒手這麼拚嗎 手不拚一直拚一直拚 所以我說八九度痛 也不是過分啦 我覺得差不多啦 因為你手對你一生 對幾十年你才生 你嚇不著就不去 你也有很多時候 你覺得我手在 我跑去這樣 感覺 我那個感覺都滿不對勁 你做手裡 我 想這是先鎖鎮就好 你說鎖鎮就好 你鎖鎖鎮就好 對啦 我感覺是說 他很少爛 踩著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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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倒在這身部啦 鎖鎮後可能 鎖鎮後 鎖鎮後 你如果想鎖鎮後 就 我去鎖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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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問題啦 不只是江湖上有規矩 買精品包包也是有規矩的 當然就是要買真的嘛 沒錯 藝人王思佳最近就深陷 他買這個愛馬仕假包的怡雲 雖然說他已經透過影片回應說 他現在已經把這個包包送到美國 去鎮定真位了 可是現在啊 他又被網友挖出說 他背的某一款香奈兒包包 好像也是假的 昨天晚上呢 王思佳是盛裝出席婚禮 掩飾他在風波之後呢 首度現身 而他的老公也在IG上隔空告白 王思佳老公曬出夫妻兩參加婚禮的合照 並且告白loveless girl 王思佳身穿自己愛的粉紅色長禮服 鞋背著香奈兒粉色金臉小包包 面對鏡頭露出微笑 他的閨蜜觀影 則是送上好多個愛心 另外也有人留言說 也有人說 他的老公還拍下了王思佳 在婚宴現場的影片 而王思佳這一次正裝出席婚禮 也是他在逢波之後首度現身 有關阿瑪士的甲包怡雲 他表示已經把包包拿去檢驗了 他也在影片中回應 當初他是花三倍的價錢來找代購的 如果是假的他會找代購算帳 不過對於整起這個甲包風波 實況主TOYS他就認為說 其實王思佳你不用那麼麻煩 你不需要把包包送到美國去 他就覺得說你說你是跟代購買的 那你只要把你跟代購這個對話紀錄 還有這個匯款證明貼出來就好了阿 根本沒有必要把包包拿去驗 而且TOYS他還說 他認為這個王思佳在拍影片的時候 他在講解的時候 他覺得王思佳的嘴巴在顫抖 然後他就說他以心理學的角度分析 他認為王思佳在說謊 TOYS在直播當中分析王思佳的影片 他發現王思佳在痛罵之後 嘴唇微微顫抖 而TOYS自取為心理學家 他強調有相關的文章指出 在這種情況是消極情緒的表現 因為人在說謊的時候 害怕謊言被揭穿就會出現嘴巴抖動 而這段言論 也等同是在向大眾打預防針 TOYS就直言 王思佳其實只要公開跟代購的對話紀錄 還有匯款紀錄就好了 但是他把責任丟給代購 卻又不肯公開代購的身分 TOYS也推測 這個代購來頭可能不小 也有可能是他的好朋友 也或者是王思佳知道包包是假的 TOYS也建議 王思佳如果想要繼續維持名媛的人設 應該要拍影片道歉 並出示代購的紀錄 自導自演就能止住很多酸民的罪 而TOYS最後也喊話說 王思佳好好處理 這次的事件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你沒有吸毒也沒有炸毒 台灣人是很健忘的 接著關心女星小甜甜 她在今年1月的時候 指出遭到小13歲的丈夫宋敬賢家暴 那雙方更是為此對不公堂 日前市林地院審理小甜甜家暴傷害一案 最終因小甜甜撤銷告訴判決公訴不受理 判決書指出案經檢方偵辦後 以家庭暴力罪提出公訴 市林地院法官沈卓因告訴人 劇狀撤毀其告訴 因此判決公訴不受理 雖然兩人的家暴案件官司宣告落幕 但日前小甜甜又遭宋敬賢指控虐狗 雙方在臉書上一來一往炮火猛烈 小甜甜也在個人臉書發文強調 虐狗的指控是被惡意抹黑 並揚言將提出告訴 雙方是否會因為其他的案子 再度與法庭交鋒 也備受外界關注 接著看到這位是好久不見的 金曲歌王王力宏 他擺脫了婚變的陰霾之後 生活最近是相當低調 昨天他的好友陳建州 就在社群分享了他和陶哲 兩個人一起在婚禮上合唱的影片 那他們兩個人還一起飆唱了Forever Love 來祝福新人 場面是相當的溫馨 設在台北東方文華酒店 會場佈置是相當奢華氣派 受邀的賓客也幾乎都是大咖的藝人 由小S、康康、賈永傑都上台至此串場 許久未露面的陶哲也現身 和王力宏罕見合體 衛星人獻上祝福演唱Forever Love 最後王力宏還在陶哲臉上現吻 兩大天王聯手飆歌 讓全場high到最高點